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声 现在已经进入到8月了 是不是有很sensitive的人 现在已经开始为自己 今年的税务做一个计划 做一个planning 那么我们来为大家讲这个主题的 请到的是范宇集团的创办人 Philip胡 胡振国 Philip你好 Lily你好 各位湾区的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这个税务 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 千遍万化 做financial planning的 都被逼得不得不来学习 我帮客户 individual或者是公司在报税 我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 对不对Philip 其实我常讲一个地方 我讲的是报税跟税务规划是两回事 你2024年是报2023年的税 但是你要做2023年的税务规划的话 你最现在就至少已经开始了 不然到了明年的话很多东西已经没办法做了 所以到了2024年你只能报2023年的税 而在2023年尤其是在现在到年底之前 很多你可以做的一些规划 现在就要早点开始来安排了 那我们通常来讲 那我们今天要税务规划 我们谈了所得税的规划的话 通常要省所得税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赚的钱怎么省 我赚的钱怎么省 第二是我扣了税以后 然后我再去投资的时候该怎么省 这是两大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来讲 我们说先说赚的钱怎么省的话 如果你是拿W2的话 对不起 你的省税的方法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你是主要是说 你的Mortgage Interest Turible Donation 或其他一些东西 你还是比较有限的 那真正可以现在是考虑的 可能是自雇主 Business Owner 所谓的Self Employee跟Business Owner的话 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规划了 那我们先来谈谈 那第一个部分来讲说 如果是Self Employee跟 那你如果是W2的话 你就考虑 那我赚的钱以后怎么省了 那你赚的钱怎么 自己第一个部分怎么省的部分 还是以自雇主Business Owner 企业家为原则 那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我们说他们通常省税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Retirement Plan 退休计划了 或者你公司的开销了 或者现在所谓这几年税法 179税法 可以用一些扩张了 或者天公司器材了 买6000磅以上的车子了 做一部分的抵销了 那我们先从Retirement Plan来讲起 Retirement Plan来讲起 那第一个来讲 我们常来讲的是说 大家比较知道的 通常这是什么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Plan IRA或者是SEP SEP SEP IRA SEP或者叫SEP IRA 这个都是通常对自雇主 或Business Owner来说的 其实这通常来讲 对Self Employee和Business Owner来讲 SEP或IRA是不是一个最好的 不见得 为什么 那有更好的 当然 我们以前做一个广告是说 如果你是Self Employee 还没有成立公司 如果你的Taxable Income 超过8万块一年 超过8万块一年 Most likely 你已经每一年会多付5000到15的税了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形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你是一个自雇主 Self Employee的话 你开IRA 开SEP的话 其实它只能省你联邦税跟周税 可是你的Self Employment Tax 一毛钱没办法省 OK 比如说你甚至花了几万块钱开了SEP 你的Self Employment Tax 一毛钱都没有办法省 所以第一类 对这一类的公司 做Self Employee的来说 我们会讲 第一个选择呢 可能在年底前 至少赶快最近能够有机会的话 先成立公司 先成立公司的话 你成立公司的以后 比如说我今年有20万的收入 夫妻有20万的收入 20万的收入 如果你今天来讲 通知Self Employee的话 你通通要付Self Employment Tax 其实今年16万亿 那个Social Security要付到16万 但是呢 你的Medicare要付2.9% 要付到20万 可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司 把成立公司以后 把你的Income放到公司来 放到公司来 由公司里面再开给你Payroll 是不是因为很重要一个观点 在美国只有主动收入 需要付Self Employment Tax 什么是主动收入 薪水啦 还有Commission啦 Bonus 这个叫主动收入 是人去赚的钱 可是我今年把一个公司 我的收入20万放到公司来 那中间我开个8万块的薪水 然后呢 另外12万当作分红Dividend的话 叫Payroll Income的话 其实我只有这8万块 需要付Self Employment Tax了 如果原来夫妻赚20万的话 通通要付Self Employment Tax 现在只要开放到公司来 4万4万各付4万的薪水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12万块 K1分红的 就不需要付自雇主税了 所以第一个步骤 设立公司开个Payroll 如果是Self Employee 或者是没有夫妻 没有Eligible员工的话 你甚至Payroll可以开Quarterly 半年开一次都可以 这样的话你的费用也不高 但是可能你会发觉 你会省7、8千块 到1万多块钱的Self Employment Tax 可以省下来 所以第一步先这样做的说 如果你没有成立公司 然后你的income超过7、8万块钱 你真的应该考虑成立公司了 然后呢 把你的income转到公司去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再来借用不同的Retirement Plan 从普通的 你如果Institut开Self的话 你可以考虑开Solo 4万K Solo 4万K就是Single Person的 Profit Sharing跟4万K的计划 那这个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讲 一个20万收入的夫妻 夫妻各拿4万块薪水 12万块钱是分红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开Solo 4万K里面呢 你可以4万块钱 各拿25%去放在Profit Sharing的部分 先省1万块 夫妻各省1万块 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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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再拿你的12万块 K1里面 再拿你的薪水部分 再去开个4万K 一个人还可以放2万多 所以夫妻各可以放3万多块钱 在Profit Sharing 4万K 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了7、8万块的Dedash 所以这个步骤的第一个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讲了说 那在这个部分呢 对Self粉博弈 你成立公司在开Solo 4万K 是不是已经可以省了不少税了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讲 你想省更多的话 还有什么选择 OK 要选更多的话 还有什么选择 OK 做进广告回来以后呢 我们还有加一个问题 就是W2的人 可不可以去开一个公司 这些我想都是观众朋友的问题 好的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